开局一张图剩下的全靠边 大家好我是巨头 其实这个发条的皮肤出了之后 我就一直没有说过太多的东西 毕竟无论是预告片还是图片 比如这个预告片 很明显是玩个球嘛 除了发条谁还有球可以玩啊 所以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下个赛季会有新的东西 除了这个头像还有新的边框 王者背包据说这次能正确的发放了 这个背包好像是去年就准备发的 但是今年做好了新的 还有就是有人问我发条会不会有眩彩包 当然会有了 以后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有 然后以后还可能会有新的东西 这次的奖励大概跟上次都差不多 也就是皮肤啊眩彩包啊 头像啊还有眼识啊 白影当然也会有眼识还有头像 跟以前也是一样的 既然青铜都有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 我们青铜玩家会有什么损失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关于这个界面的改版 之前有人就问过了 这个界面改版之后 除了你正常的能看段位 就是你三种排位的段位以外 还能看你的 就是荣誉这些的 这些都一样啊 大家都不太关心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之前有些人听懂的分身 可以看你能得到什么赛季奖励 如果你只有一个排位 得到了皇帝以上段位 你就只能得到奥利安娜的一个皮肤 然后如果两个的话 就给你多解锁一个眩彩包 三个的话再给你解锁一个眩彩包 所以说你们要是想要奥利安娜的眩彩包 要去打3v3 还要打不畏排位 希望这期视频我们在下面 评论区找一下我们的队友好吧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